新郎官,恭喜你啊! 娶了个这么能干又漂亮的新娘子,将来的日子肯定和和美美,越来越好,祝夫妻恩爱,早生贵子欧,被称为新郎官的林桂华和新娘美令,站在酒店门前,乐呵呵的迎接前来喝啤酒的新妻朋友,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。 林桂华今年35岁了,目前是一个小老板,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苦孩子,从一无所有等如今在城里有房有车有个小公司,林桂华经历的艰辛数不胜数,索性欠道愁勤,终于让他在历经前心万苦后,尝到了胜利的果实,眼见客人都到得差不多了。 准备开始午宴,酒店服务员把哥市蔡瑶陆续端上了桌,婚宴开始后,林桂华和新婚妻子美玲,到后面的化妆间,换了深情酒服,一一到各桌想亲朋友好友敬酒,中途林桂华的手机响了,他便在外面走廊上接了个电话,回来的时候,只见其中一桌围满了人,妻子美玲气急败坏的声音从人堆里穿了过来,你这个老乞丐, 是怎么混进来的?我们家里根本没有你这样的亲戚,而我丈夫那边,我们谈恋爱谈了三年,家里人我都见过,他不可能有你这样的亲人,我看,你是习惯混进婚宴里面来白吃白喝的吧?